各位你好 今天我想说的一只股票 叫保宁 飞机波音 你没有听过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Sam Wong 我毕业有财务管理学位 我喜欢把我 见到的颜色 都介绍给其他人 因为虽然财务管理管理 很简单 而且中国人一般都应该有强异欲 给外国人来说 但是 始终现在年轻的人 比较没有明白 如何去投资 而且保宁这种股票 可能比较老一点的人 成熟一点的人去买的 算是一个稳定的股票 不过这几年来 它做得一般的 我进入详细的解释 希望你可以按一个订阅按钮 可以帮助我 在YouTube上 取得多些人的支持率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写给我 我会忽利的 2020年 对于很多公司来说 去年 看你怎么说 中国年还算是去年 因为美国的中国年 中国年 11月 2月13日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多公司都蚀钱 其实我们都知道 所以 亦是保宁 亦是其中一间 那保宁 现在这一刻 2021年 是否应该可以买这个股票呢 很多人都听过这间公司 都知道它做什么 它是一个Aerospace Company 它分开了四个segment 有负责Defense 防卫 国际负责 太空的部门 Global Services 就是世界服务部门 Bowings Capital 就是投资部门 这三个 当然 飞机部门不用说 它也很简单 它也很简单 他负责帮一些公司处理商业和防守国防的事情 BCC也负责日常的运作 Operating Lease, Finance Lease, Receivable 如果他要卖了他的资产 如果他弄了飞机出来要拿去卖 他这个部门帮忙负责 讲了这么多目的是什么 这部保宁公司不只是弄飞机这么简单 其实有几个部门做的事都挺复杂的 我这部门就不说了这么多 但最少你一个想法是 保宁可以想一下飞机 但其实不只是飞机这么简单 他有做国防部的事情 他有将它弄了出来的 或者某些资产会卖出去 他也要将这些飞机有不同的方法 去赚钱来租给人 或者有时他不会立即收到钱 或者他弄了一架飞机 或者做国防的事情 是几年时间的 需要有人管理这些project 他就做这些了 如果你看看这个图 你看到2019年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厉害的 你看看这个图 四百多元在最上的 四百多元 这是2018年 但是呢 然后慢慢呢 慢慢就跌下来 所以呢 他这个股票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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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四百多元 就是我这个图 告诉你 目的是 他由四百多元 真的几年前 2018年 现在做得很好 前面 一直跌下来 这两年 这两三年 都是做得不太好 运作 到了 疫情的时候 最低 最低风 在这里 最低风 这两点 就差不多 只剩下 89 90 多元 那我呢 去年 2020年 3、4月 我当时还没做视频 因为当时我还有工作 还在上班 后面 现在都被人坐垃圾了 所以证明美国经济 真是一样的 那么 他呢 那时候 我就买了一些 因为他跌到90点 那么低点 我自己本身 因为手头上 就有 有保零的 那我再买来 混购了 我买入的价 真的 都算低了 四百元 因为他穿了四百多元 已经 10%折扣了 那 接着 买 买 那我买多一些 来混购了 因为那时四百元 我其实没什么钱 不是买太多 跌到九十元 我就买很多 那在这儿铁的150元 他这里上了 100多元 我就买了 然后他又跌下来 我又再买一次 我又再赚多一次 我赚了 两次钱 但是我没有持有 因为有一段时间 持有 如果你看到这个图 这一点 如果你买了持有 持有 持有 你看一下 这个 这个 其实 这里不能赚钱 是平了 FLAG 所以我持有 一些 我等了很久 当时股票,你要记住这段时间 如果你买另一只股票就哗哗声 所以我后来买了一些资金 就去买另一些股票 赚了另一些股票 但是现在因为有好消息 所以我觉得这只股票应该值得再研究 有几样东西我很喜欢保宁的 所以我会说 这只股票考虑去买 第一,这个整飞机 或者国防部做的东西 或者太空中心 都是会有contract给保宁 是非常specialized 需要很高技术和 高科技和技术的一种研究 不是说普通 另一家公司,另一家公司都可以做到 代替到它的 因为保宁虽然有发生意外 当然飞机我们不希望有意外 通常都 你知道有意外 但是一百年里面 其实意外是很少的 人们都说了 坐飞机比駕駛更安全 比駕駛的意外率更高 所以我现在看 当那些车可以自动 自动 看看它们的 出现的 意外率 和飞机一比较 你就知道飞机很厉害 其实设计得很小心 又经过专人检查了才起飞 飞机 也受到很好的训练 第二 它这只股票 有一半是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握住 即是坐艇 如果Fund Manager都要坐艇 他们这么厉害都要坐艇 那你就跟他们一起坐艇 所以不用那么担心 他不担心你也不应该担心 第三 它的价格是1.88 它的价格 现在的价格 除以它的销售量 但是这个销售量 当然它用今年 2020是很差 不是太好 是1.88 即是说 其实它同期比较 其他的公司是好很多的 第四 它的员工 是很productivity 有一种KPI Mercer revenue 即是销售量 对比每一个员工 随意有多少个员工 那它呢 比较到Aero 和Defense Industry 即是这个 这个行业 同一个行业 它是比较高的 那这家公司 就会1月27日 就宣布 它今 第四季的盈利 所以 虽然仍然是想着 都是虚钱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PADEMIC 就没办法 飞机都不飞的时候 怎会跟他们买飞机呢 有很多飞机都拿着 有很多contract都要negotiate 但是呢 会比 之前的一季呢 少很多 之前一季呢 是1.369的 而且呢 在第四 12月那时呢 美国呢 都宣布 MAS 737 可以再在美国 已经通过了测试 可以再飞了 求助于 赞转发预告 海贸 转发预讨 军网 我们可以再购买 和飞 做 됩니다 所以呢 可能 可能第四季因为未price in有些影响会比预期高 这个我不知道 还有这个月有几个好消息 几天前Mars 737在加拿大和欧洲都说会让它再飞行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飞机公司会准备再和保宁买飞机 如果有需要今年因为疫情会改变的时候 第二因为他们明天坐飞机才想买一架飞机 不可能 另一件事是他们也接到订单 在Air Force的订单收到2.1B的contract 这个是长期的 由现在到2025年才完成整个制造过程 但是会一路有Rafenil进来 2.1B也挺多 还有呢 他最近被升级了 前几天前几天 就算Krame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Kramer Kramer在一个节目里 第一个星期都说 Bowling是good to buy 所以证明这些人都看好了 尤其是当Business back to usual 回到原本的时候 所以说了这么多东西给你听 我觉得保宁现在这个价钱 是的确可以考虑去买 Target price 今年保宁是300元一股 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